饼干的发病原因主要的就是 病型感染病毒所引起来的 饼干的话 首先这类病主要的就是 由病型感染病毒引起来的 它的传播途径 其实主要是通过数学传播 那么这类病人 他大多数都是有数学史 那么来了以后做检查 其实有一个系列检查 一个就是血精血检查里面 做查一些饼干的抗体 另外一个就是查饼干的病毒定量 再查一下肝脏功能 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 B超影像学检查 甚至CG 这些病人我们可能还要排除一些 包括有肝脏肿瘤等等 要做一些肿瘤标注物的相关检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